联邦贸易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,从2020年初到2021年10月14日,美国共出现了超过26.9万件欺诈投诉,且受害人平均每人损失392元,年长者被骗的金额更多,80岁以上年龄层平均每人损失1000美元。 报告还发现,许多人是投机网站的受害者,这些网站声称出售受欢迎的热销的防疫商品,包含洗衣液、手套、到一般电子产品、衣服、甚至小狗都有,但顾客下订单与付款之后,却从来没有收到货。 此外,哄台物价的现象也很普遍,消费者联合会调查就发现,民众抱怨最多的是洗手液、卫生纸和口罩等热销防疫产品价格过高, 此外,损失最大的项目则是度假和旅行诈骗,受害者损失总额高达8100万元。 不过,好消息是,与疫情相关的诈骗正在减少。 根据FTC数据,截至上周,全美消费者投诉的14天滚动平均值已经降到273期,这是自2020年3月16日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。